我觉得现在的楼市仍然在跌调整 而这个调整浪会去到一个起码几贵的 大家未知欧洲的轮廓已经有多严重 对整个环球经济的影响都很大 美国一意孤行暂时都会继续加息 很快加到4厘以上,4.6厘等等 你香港没办法不跟 刚才我说到开关、旅客这些 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开关 他们来买楼而谷个楼价 而是因为我们 希望大家经常留意我Facebook 我Facebook经常会透露一些 猛人的最新的动态 或者他对市场的看法 回到温宴大业下半部分 有三个嘉宾继续出现 包括了庄炭亮教授 是关卓赵教授 和Vincent的七良师Vincent Vincent Zhang 欢迎三位继续讨论香港的楼市 今天说过,我刚才说过了 今天说过一开关 已经跌了成千点 就是唯独是香港的楼市 顶得住 所以大家其实现在都 如果有楼或者没有楼都会很关心 究竟香港楼会不会倒闭呢? 如果没有楼的,应不应该买呢? 有楼的,应不应该沽呢? 就算我看到我Facebook 有人说我自住的 要不要沽呢? 张教授,你投资都很厉害的 我都说,你之前在我的节目讲的 你投资杜拜 我知道杜拜这几年是升的 我没有说错吗?张教授 杜拜的楼市就可能比较大一点的 它试试的很厉害的 不过两年前就都是比较低位了 但是杜拜因为开玩得比较 其他地方就是多了 因为疫情之下会开得比较快 就是中东一个盒或者一个书楼 所以现在都很多人在问价格的 有人在问我的楼是不是放卖 我的朋友都在那里买 你收了楼了吗? 其实都没有,因为在那里 我都没收楼 没收楼都很多人在问的了 那你买了多少钱? 我忘记了,你买了多少钱? 这个就不太方便在公众平台公布了 但是我想都是赚了两成 现在都已经到我两年前 哇,恭喜你啊 就是在现在什么市况都可以买东西 可以升,已经恭喜你 不论买什么有得升都很厉害的了 OK? 那张教授,你怎么看刚才的问题 就是很黎明一点? 什么时候买楼?买不买楼? 是的,大家要留意到香港的楼市 由03年,沙斯国家自由行到19年 就是打横行之后 那段十几年的时间 其实香港的楼市都是升两年,三年 跌回了半年,都是这样升上去的 但是升幅是大的,也是用人,我们自己人口上升 解释不到为什么香港的楼市在那十几年上升得这么快 因为人口不是升得很多 但是每一次下跌,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游客少了 所以那十几年的升幅,主要都是来自游客的波动 就是我们开放,然后内地游客来,那我们的波动 所以我们香港的楼市以后会不会升或者大升 都会看回外来人口,我们的游客 就跟我们本身,我们人口就算是怎么增长 都是很慢的,几个百分比,你没法解释到 比如,会有十几二十三十个百分比的人 在楼市增幅的,所以就开放是房屋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之后怎么开放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香港的地价除了住宅之外,还有工厦,车位,套,商客 但是即使是楼开放,但是你商下和短期来说 都不是说看得那么好的 所以说全线一起去大幅上升呢 这个机会就不是特别大 即使你完全开了,香港楼市好像这样大升 就不是特别大,那它拦跌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香港,其实你看回楼市 十万多个单位,香港即使走一些人 但是香港的购买力其实都是有在 都很多人都给了钱了,你说 原来灾难会下跌,这个机会就不大 但是你说会慢慢跌三年,这个机会也不大 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会有长时间慢慢下跌呢 除了97年试过一次大塌之后 再慢慢跌跌到第三年呢 其实你很难维持一个楼是长时间下跌的 而经济是有增长,有人工加益 而劳动人口是上升的 如果看我们的劳动人口 没错,我们跟去年少了,但是这两个月呢 我们是升的,就是看我们的劳动人口数据 这两个月就升了,就是趋势升的趋势可能会来回 所以如果你看看以前跌都是六个月至九个月 这次可能比较长一些,比如一年 或者到年半,但是长时间三四年 楼又跌,但是人家一边加 经济一边增长,这个机会就不太大 OK,所以你其实觉得短期的楼是调整的 甚至你觉得连续三年的调整都看不到,是不是? 是的,除非你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塌市 好像970年那样打一次才塌四五成 再慢慢追不上来 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个条件在呢? 但是譬如美国的加息 就是现在是美国 你加了20年加了两次,04年,1617年 都是香港楼市跌少一点 但也没有灾难涉及的 OK,你觉得在什么情况 你觉得可能会是慢慢再继续调整 因为香港楼市都升了十几年的了 除非人口流出是持续,持续三年 这个就是有可能的 OK,关教就是,你觉得人口可不可以持续 流出三年或以上 而港楼的价格,会不会 施楼的价格会持续,这样下跌? 人口流出会持续,但是什么时候停呢? 警示庭就不知道,但是到年底预计还是流出 但是我想说一些关于外来人买的问题 其实BSD当年原意是推出 那时候因为买楼里面有三成是内地人 外面的人来的 但是自从BSD慢慢慢慢擠了上去之后 是很少不是那么多内地人 或者在外面的人去买的 那变成了其实是跟香港有些人 可以买多一层楼 我经常都说了一些叫做什么 库干 那些就是,你想不到车就是我和小孩买的 是吧? 那因为我们有一个baby boomer的boom 就在400年至600年那一层 那些人大约算到数 那些人的购买力是很高的 一个家庭可以买到三、四层 那变成了他吃完那一层 完了baby boomer可以退休 那变成了你想一样东西 就是不是太和外面的买 因为BSD真的滚了很多人 但是就因为本身我们 一来可能那些人早买 他远了 那他拿回自己的房子 或者他根本就是找到钱了 那就可以买给子女 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因为子女买不到嘛 那我父母做了 那变成了现在去到这个阶段 他的子女不是在香港 香港人有些人走了嘛 反正他四、五十岁 他早退休又走了 所以其实我想这个关键 如果只是看回以往的人口 如果你看不到里面的BSD的变化 引发到那个人数 进来买家的人数 你就知道BSD是有威力的 但是为什么那时候 为什么那些人问我们 为什么还要去买上去 这么多买上去 因为baby boomer的潜力是强的 那那些人可以买到的 另外有一些所说的政策 可以给一些手指上车 那又有纳米盘 那你做了很多东西 就令到一些所说 因为当时那些人仍然预期 是楼价是升的 很难跌的 那这些因素就令到 有一个长升的浪 1997年那个情况 就根本就是炒到一个 你一元收入 你要给超级一元支出 那时候就离了大普金 那还有一个完美风 那完美风就是 你去到金融危机的时候 衰落了 接着再来一个美国衰退 就是911 Tagbuckle爆了 接着2003年SARS 我们衰足六年了 那还有政策上 政府是全改了的 譬如譬如譬如说不卖地 又不准填海那些东西 就是这样扯楼仙上来 那之后就后遗症了 那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呢 由于 有个所说的移民潮在说 你可以说移民潮 或者有些人走 但是那些人 现在移庆这些人 在香港那些 都未必是那么踊跃去买楼 还有我们的潜力买楼的人 如果BSD还在说 内地的人 都不会下来买楼 不会这么多 因为如果你想想 你现在是你老公 我内地的楼市都要顶 我派一些人来买楼 不然我买 我下来的楼 这些事情 这样想 就变成了楼市的调整 是会存在 但是幸好我们有 接近有六成多七成 是公园 那变成了 holding power强 就不跟97年一爆 一年跌四成 变成了慢慢跌慢慢跌 但是去某个阶段 当政府是将那个比率 供应和私人再调教 那你潜在供应也会少 变成你减少了 变成好像有affordability 你可以买到就买到 但是楼价相应 就不会有以往那种 是亢奋性 悲力性亢奋的升法 那我觉得现在楼市 我仍然在跌调整 而这个调整浪 会去到一个 起码几贵的 是不是跌了六年 我相信如果跌了六年 就很便宜 那变成了很多人回流 去买房子 那我觉得还会 有几贵的调整 直至到整个 美国的周期 那个息率周期 见顶 而见顶之后 美国有个衰退 又会回落 那香港的楼市 开始你顺着 就好一些了 所以你觉得是中短期 都会调整 短期 短期不是中短期的 很难说中短期 中短期 五年啊?七年啊? 我会说起码还要捱多几季 就是让美国的经济 是真的慢下来 息的周期 停了不加息 那起码 那个部分 那个滑球经济的震荡 就不那么大 但是问题就是 我觉得仍然是 有一个震动来的 因为没有可能 有一个成本 美国这样量化 加到这个息 美国还不需要退 而它是可以抽身离场 没有事的呢? 我觉得是机会非常低了 那大家都是 我认识的 我觉得这个息会下跌的 就是由于美国的经济有问题 但是希望这次是没有一个 银行的危机出现 如果没有银行的危机出现呢 就应该可以顺利过渡到 这一浪的 但是有银行危机就不同了 那银行危机就很大的 那银行危机就很大的 经济震荡了 但是我想现在就没有 因为巴嫂那里 已经加了很多次 所说的 那个research水平 那些要求那些东西 那变成了难 好像2008年 甚至是回到193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 美国那些民族不爆股事件 OK 你的意思就是 除了看香港有没有人口再流入之外 都要看看美国的经济 那美国经济都 一分钟有问题的话 那就不是几个季度了 那就会回到香港 但是我觉得更好 你回到香港 它会立刻拆下来 拆下来的时候 就比现在 又捱通胀又捱息 大家看短期的观感 不太好 那现在你作为了投资者 你看到什么都跌了 明白 是啊 是啊 什么都跌 OK 那变成了 它现在市场人 希望一个很简单 美国的架构了 现在它开始经济放缩了 那边是下来通胀控制 在短期内 这件事情 通胀推高的息率 理顺 起码震荡会少 但是当美国还是衰退 始终都会回到一个外部需求 一定会影响香港的 但不要紧 这是一个过程 到时候一过了这个浪 就稳定 那么企图 那就看回我们的基本因素 所以你的意思是 等美股什么时候 是塌了爆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港股了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等美国衰退 等美国衰退 就是现在还没开始 过去一百年 美国的一百年过去 有十八次衰退 有十五次美股见底 是在衰退之前 衰退变 它衰退是好事 OK 所以你不是看大陆通不通关 反而是看美国的经济 通关重要 通关重要 哪个重要一点 不是 因为以往去到近几年 BSD的数字 就是为什么BSD要下降 因为实在是内地人买楼 那时候有三成的 下了BSD是乘了很多人的 越升越贵就乘了很多人 那现在就是 不会像以往那样 一蜗蜂 就算你开了 它也不会一蜗蜂那麽賣 另外就是蜂蜂 都不想它走下去 一蜗蜂买 你卖不卖就自己卖 那现在是这样的 这些事情的想法是这样的 所以都没有用 所以开关都没有什麽用 是吧? 我有少少支持 有少少支持 那变了我觉得 可以好过没有 但是一定是大周期 都要熬一个大周期 明白 但是就不是一个恐慌式的跌幅 不会是1997年的中夜 因为我们已经公了很多公园了 明白 大家都同意 不会有断崖式的下跌 相比之下 三个嘉宾之中 我觉得关架上是比较悲观的 Vincent 你身后是比较乐观的 既然楼市正在调整 的话 你觉得在什麽时候 可以考虑买楼呢? 如果没有楼的朋友 私楼 可能是过了夏年的第一季 因为冬天 其实大家未知 欧洲的轮延危机有多严重 对整个环球经济 我估计影响也很大的 那美国 你见它一意孤行 暂时都会继续加息的了 那你很快加到4厘以上 4.6厘等等 那你香港没办法不跟 但是我会看第一个关口 就是下年三月后 就是过了整个欧洲冬天 看看整个经济有什麽影响 那另一方面 其实你看到 就是内地的新的政治班子 都定了一役 那我估计 你差不多五到六个月内 你都见到 他那个思维方针会是怎样 当然我们都相信 和以往不会太大弱 但是 看看有没有再新的惊喜 那所以我只觉得 下年三月是一个第一个关口 那但是这个情况 说回来通关 我都不认为通关是有帮助的 我常常很担心 一开了关 然后发现 我们不是觉得 那些人会马上涌来买房吗 为什麽最后没有呢 其实你连最后这个 希望都幻灭了 这个是另一个因素 第二件事 其实我觉得 那个地方的房子 贵不贵 其实跟人口 当然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想讲一个例子 比如前几年 比如在铜锣湾 有个品牌 他一千多万 租过铺 一个月 一千三万 然后我也很惊讶 我问他 其实你不觉得很贵吗 这个租金 他说是很贵 我也觉得很贵 他说好过我去一个地方 是没有生意的 你很便宜给我 但是没有生意 回去和住宅有什麽关系 如果我搬到一个地方去住 我找不到工作 你房子再便宜给我 都没用 你给一个豪宅 我住也没用 但如果我这里有工作 有生意做的 找到工作的 那你房子再贵 我只能捱一下 其实这个和你在美国 你在L.A. 在加拿大利亚 那些人面对的问题 是一样的 你问他们开不开心 如果他们对前景是有憧憬 他们也有住一些 什么是 我们就住劏房 他们是一间屋 一间房子 将它间开很多位置 厨房也是一个 分别人的位置 他们也觉得很有希望 他们觉得可以多做几年 做到一些 在IT&T成就大的 T&T成就大的 那他便可以脱离这个生活 但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给到希望 所以人口是一样东西 别人来不来 又是第二样东西 最后一样东西就是 纯粹投资 香港的市场实际上都是小 百多万个施责单位 你要炒的是很容易的 你当是一个商品去炒 所以如果其他投资机遇是少的 其他投资的回报是差的 这个成为一个投资炒卖的商品 亦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不是希望看到 但我只是可以这样做 正如你当时看到 早期温州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因素影响着楼价 不是纯粹说 当然我们大家都认为 不只是说人口人口是其中一个 你考虑的东西 我当然是肯定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 如果想买楼的话 都要等到明年的三月 再看什么情况 才决定 我会建议是 下年的过第一季之后才做 如果你是没有楼 但如果你说是纯粹投资 可能你要看的时间要更加长 明白 但如果是有楼的话 你不建议是这间卖 对不对 因为你是看 将来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 我经常说我们 我估计任何人都很难 我们没有水晶球 我们未必买到最便宜 但我们最希望买到最稳固 才是最理想的投资方法 OK 张教授说 你好像都是比较偏向乐观一点 所以现在不是 你譬如 有多一层楼的话 除了自住的话 你都不鼓励现在卖了它 是没有?张教授 因为现在 交易成本比较重一点 就是我们一卖一卖 15%还要 就是回来买 还要给税 还要绑多三年 那你如果是一个香港人 那你除非是想退休 都是租楼而已 如果你没有公屋 那你怎么也要有一层楼 握手 比较稳妥一点 那刚才我说到 就是开关 就是旅客 这些 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 一开关 他们来买楼 而高个楼价 而是因为我们以往 五、六百万旅客一个月的 那如果你一开 去回我们之前的水平 甚至七成这样 那经济活动是会多了的 那你去逛餐厅 租金各样的 那地价钱越多 那租金回报 那些自然会 在上面的那些楼 就不是因为 你一放别人来买楼 你一放别人来买楼 只要你很多人 在香港的活动 它的租金都会上升 更多的回报 整个经济活动都起了 就不是说一定买楼 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 会比现在我们什么人都没有 将来一定会比现在多 没有人再比现在差的了 明白 想问回 如果真的没有楼的朋友 你建议 现在都先看清楚 因为不是买菜 也可以做一下搜寻 比如现在是北区好 没有啊 因为北区都什么 Yohu 不知道 都有一些盘出来了 现在说的是万三元 万四元一尺 是不是北区概念 你觉得好些 北区概念没有个楼 北区概念很难推高楼价 始终都是说地点 那你回到现在 譬如今天看报纸 比如说到 有些老牌的一些 一些屋邨 就是私楼 太古式 譬如南丰新村 这些单位是一万二三 那和现在 譬如上水分 如果你看到 尤其是这麽好的地段 如果去到这麽价钱 其实都是值得 我觉得能入得过的 明白 OK 关教授啊 你有没有觉得 什么楼现在可以看定些 有没有哪个区 你特别喜欢的 最安全是买三楼 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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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小小小 现在不买楼 现在正在弄 因为楼是一个 不流动性的投资 在经济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四分餐 世界上不买 但是我经常在想 因为本身香港是 始终供楼的人 三楼 三楼 始终要有一些政策性 是和人口有关 刺激人口的 还有 当然开关很重要 开关 你根本整个问题 就是伏偿 香港一定要和内地复充 但是内地做不到 如果做到就不同了 因为做到的 经济信心会更多 但是不会是因为 内地的客人来买 因为要买它之前买了 如果BSD拿不下 不拿走 所以我觉得楼价 都是调整 但是不会太长时间 明白 就是调整的时候 现在 不建议 因为你觉得可能调整 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还会很贵 明白 所以我 我就不会问你买哪个区 你都认为调整 做什么 买什么 先去买三楼 我觉得 和区 未必退财关系 赤价 其实刚才在庄教上说 如果你的赤价 低于以往的水平 很多 比如假设 我说到区以往 可能你没有15000元以上 连旧楼都买不到 如果跟你说 有12000至13000元 马上去买 如果你没有楼 不是炒楼 正如如果你说 在九龙区的 那些半新楼 之前是在买17000至18000元 如果跌回来15000元 我觉得这个赤价就是理想 如果你说回报率 就没得说了 你2-3%回报率 你不如放在定期 是吧 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我现在说 你没有楼 你又不想每两年 被人踢走一次 又要搬楼住 你想买个稳定的居所 我自己觉得是可以考虑 但是其实我想问一下 你们对大环境 其实身边的人 都对香港的前景有些灰心的 就是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一定是 就是这几年 一定是 就是眼中钉 一定是中国头号的了 那想尽办法来到 就是打压中国的嘛 那我们香港是其中 中国一部分的话 其实都京涂海浪过 未来这几年 会不会呢 就是这个政治因素 好像没有听你们提过 Evanston 其实我就 可能给两位教授 年轻的时候 我97年出来工作的 我从出来工作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好过 但是我觉得 没有好的时机 反而你才可以 例如你想上车 例如人家离开的时候 你想找一份工作 你的机缘就多了 就是我和你的心态很有关 就是人去我留的时候 那你反而你的机缘就多了 多谢 明白 OK 庄教授 美国打压就不一定是对我们差的 可以看回我们之后 就是过去两年 其实我们金融业 在美国打压之前都上升的 但是今次跌 就是今年头一两季跌 金融业跌 不是因为美国打压 而是我们自己封关了 芝加坡开了 所以打压不一定 对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呢 反而很多避难资金 可能从美国回到香港 那我们觉得 香港其实是很小地方 就算是美国打压 那我们过来也有很多同胞 那经济其实 不是需要很多人在香港 所以我觉得 就不需要那么担心 就是世界是很大的 香港是十四方法 所以就不在美国打压 香港是很差的 OK 关教授 我觉得是跟我们那个隔离措施 入境措施有些关系 那如果我们复偿 最重要是复偿 跟内地 嗯? 跟内地 跟内地真的要慢一点 但是起码我们要做回 我们对国际上复偿 另外就是内地那里 希望尽快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作为一个金融中心 你不可以维持这样的情况太久 因为你会看到 你这对手 你看到新加坡的手 挨到身 挨到你 挨到你一身疤痕 是吧? 你看到他又在抢 那变成了 如果你不认悔的对手 譬如有吸引人才 大家看到 大家比较的条件 都是新加坡好像优异一些 那你要提升 你自己的警告力 你自己出招 要提升你的招数 的质量 所以我觉得 你要靠自己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中美关系这件事 其实已经是2015年 当民主党 美国民主党改了党章的时候 已经说针对中国了 你预了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 只要你这个情况不是失控的 始终香港是背景祖国 而且它是一个西方窗口 那变成它仍然可以做生意 如果美国不是用一种很强硬的情况 好像对俄罗斯那样 对中国 那香港还是有生存空间 但是当它两个国家 是这么硬拼 最后 香港永远都是一个中间人 就是一个磨心 大家都是用左一拳右一拳 那现在问题就是 取决于不是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我们要改善我自己的条件 争取条件 但是另一件事就是 希望中美关系 不是恶化得很重要 但是始终外围 那些香港国家 外围就看得淡的 你看到这些资金问题 那变成了就一定要 将这种的印象改观 如果不是 就香港未必是一个 起码短期上的情况 不会改善的 OK 那非常之多谢几位 来到深夜探讨香港 未来的房屋供应 还有很内门的问题 买不买得楼 OK 多谢几位 多谢教授 多谢Vincent 多谢 OK 拜拜 拜拜